今天是给大家分享丰收的喜悦 我们家秋月梨正如成熟了 去年呢是我们家秋月梨啊 第一次丰收 但是产量不太高 今年呢是第二次了 这个产量明显要比去年 应该要翻一翻 那肯定的 初年的梨树也小啊 今年的梨树也长大了 枝子也拉长了 所以梨枝子也多了 辛辛苦苦一年了 终于可以见到回头前了 说实话 现在心里面特别的激动 我先摘一个替大家缠着 这不下来啊 能摘下来 漂亮吧 漂亮 嗯 甜吗 甜 看看这个果肉啊 晶莹剔透的 确实啊 糖分比前两天更高了 而且呢 花扎度更好了 已经是这种细腻的白了 找到一个梨王 看看大不大 大漂亮 水分特别多 我吃起来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给大家抱我吃看 水多不多 流水了 滑滑了 真的特别好吃 看看 现在梨也尝完了 完全成熟了 可以卖了 人呢也吃饱了 分话不多说 先摘个200斤去摆摊去 200斤肯定都不够卖了 今天得摘400斤 你这个人就是口气大 能卖完吗 肯定能啊 听媳妇劝吃饱饭 今天呢小贝吃哪里 我打哪里 猪打一个做苦力 真漂亮啊 美 给你脸差不多大了 看啊 这个更大 今天关桥大了 那个小一点的还能再摘一摘 是的 嗯 嗯 杨丽 那四岁里的时候 我大金镯子没被安埋上 这七月底买完了 大金镯子没被安埋上了吧 差不多了 心疯狂 我也在这里跟大家透个底吧 其实我们家的财政大权 早就交给小贝了 并不是说我不给他买大金镯子 是他自己不舍得去买 哪有人自己给自己买大金镯子 肯定你带我去啊 好吧 既然小贝都这样说了 过两天呢 我偷偷拿他的营养卡 去给他刷个大金镯子回来 看一下 哇 这三个都是大的 这一块满了 有 看看这个 带子都撑爆了 应该是个大的 大 哇 大 充数的喜悦 这一块也满了 清净松松 摘梨会上瘾的 摘了就停不下来了 那你多摘一点 顺不得一年四滴都摘它 但是没那么多梨 发现一个据吧 那这个不能卖了 你看 这卡在树枝中间的 像它长那么大的 太丑了 咱们自己吃它吧 行刚好口口了一人一半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保质 虽然我们自己家种梨 但是自己吃的都是这种各坏的 或者是外瓜连藻 斩斑点的 好的都拿去卖掉了 小贝 你在这边慢慢吃吧 我现在去摘去 等一下卖梨交给你了 没问题 慢点慢点 别闪大药 轻松拿捏 八框够了吧 够了 应该有四百多斤了 超多了 小贝我现在打退堂鼓 咱们今天是去摆摊零售 并不是去搞批发 我觉得四百斤根本就卖不完 我都想好了 等一下咱们带把刀 把皮给削了 切一块一块的 路过的人都让它缠一块 好吃再买 我觉得只要吃了 应该就跑不掉了 那既然小贝都这样说了 咱们现在就出的安全 祝我们黎元 今天第一天开圆 大麦 耶